统计 统计里面有一道RANK RA 往下找 这个RANK的函数 或者如果在2010里面 它把它改成RANK EQ 这个 OK 按确定 那这个函数怎么使用呢 第一个 你的合计的成绩 第二个的话呢 是你的RANK 也不是你要比较的 其他人的所有成绩的范围 所以所有的成绩就是 合计以下这个 往下选取 选到哪一个 选到最后一个 就这个范围 也就是 他的成绩 在这个范围里面 排第几个 他会帮你排回来 那你会发现 排完之后 他会是第11名 这个成绩 特别注意 这个将来我们要向下填满 那前面这个的位置可以变动 3可以变动 可是这个范围固定 所以记得最后 请各位把这个REF 按F4 因为如果你没按F4的话 你向下填满 他会把3变成4 41 40变41 那这样范围就不对了 比对的范围就不对了 所以特别之后把他做一个那个 那个那个 然后呢 向下填满 就完成了 那其他的话 再分别做一下 这个按确定 然后把这个选给他 这个的话 点这个 把这个范围 这边有 这边有 那一样把这个点两下 这个点两下 零组的部分 我把它 记得要取消 取消选举 过来 点两下 确定一下 它底下有没有 没有 再往下 OK 然后这个底下 那其他的话也分别 变成说你 复制 公司OK之后 你要 分别的把这边都完成 合计 那名次的话 要注意 这边 是10 请你看一下 最下面是多少 101 所以记得 名次这个地方 请务必要注意一下 把 这一个数字 改成 每一个工作表 的 总列数 所以总列数 这边改101 按打勾 再排名 结果 应该才会是正确的 一样的 办事员 点两下 点两下 看一下 这个 把它改成什么 最下面一列 这个多数 要拔散 65 所以这个地方 记得把它改成65 这样的话 很快的 我们就可以针对 每个每个每个 做完之后 一次 再填满 OK 那画面先换笔笔 不动 好 谢谢大家